我是环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侃 巴基斯坦秘鲁之省首府奎达一家酒店的停车场 21日晚上发生爆炸 造成了多人死亡 巴官方迅速将这一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径 巴官方还透露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一行四人下榻在这家酒店 但爆炸发生时大使外出开会 中国代表团所有人员安然无恙 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已经宣称对这一事件负责 但该组织没有宣布这起自杀式袭击要针对的目标是谁 中国驻巴大使农荣 他们一行是或者不是这一次恐袭的目标 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碧鲁之省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项目比较多的地区 瓜达尔港是其中最文明的之一 当地之前发生过中资目标和中国人员遭袭击的事件 西方热衷于营造当地民众反对一带一路的说法 带舆论节奏 但是这并非实际情况 事实上 巴基斯坦并不存在以反华和反一带一路 为明确自我标识的政治力量 巴基斯坦民间对中国的整体态度是友好的 一带一路推动了沿线的经济发展 带来了更多工作 更是总体上受到欢迎 其中存在一些围绕利益分配的具体争议 但他们是低烈度的 恐袭在巴基斯坦的发生 主要是巴内部矛盾引起的 中国人受害的多数情况 或者是被殃及 或者是袭击者 要通过这样干 让巴政府难堪 巴基斯坦近年对恐怖主义的治理应当说成效很大 恐袭发生率大为降低 但是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展开 在巴基斯坦的中国人的数量呈增加的大趋势 撞上恐袭的几率相应增加 这几个因素共同塑造了在巴中国人安全形势的基本面貌 总的来看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反恐安全系数比在其他一些国家要低 但它的政治安全系数又相对高一些 综合评估 它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冒险项目 而且巴基斯坦官方对保护中国人非常重视 我们看待这个问题的态度需要理性实事求是 一带一路 很多严险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治安状况没有达到理想水平 中国企业的开拓进去 不能不说是冒了一定风险的 这个世界应当说 没有一块容易且安全的投资热图等着中国人 好地方早被瓜分了 我们的开拓不冒这种风险 就要经受那种考验 这是实情 我们唯有以鼓励支持的态度 对待那些走向远方和各种未知的勇敢同胞们 他们在西方势力的夹缝中 或者在后者不愿涉足的地方 建立起中国经济外溢的一个又一个新支点 把中国人的生意和投资带向整个世界 他们是中国迈向全球化的探索和推动力量 Quinnip动力量 杀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